就直接這樣平梳上來 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哪一種 欸有 這一段最長 厲害 有沒有剪到手 嗨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洛曼 那歡迎來到我的剪髮頻道 看到我今天穿這樣 就知道我要來幫自己剪頭髮啦 很多同學們挑完的一堂課程 如何幫自己剪頭髮 說實在的 我以前有幫自己剪過 幫自己剪的話會有幾個問題 就是第一 你看不太到 太精準的畫面 第二你的手會蠻酸的 沒辦法去設定太多你要的造型 選擇可能就是有局限性的 沒辦法像別人幫你剪這樣 這麼精準這麼漂亮的造型選擇 我現在頭髮上次燙到現在 也三個多月 看到兩邊膨起來了 那如果你沒有看到 上次幫自己燙頭髮的影片 可以看這邊 這邊有一支我上次自己燙頭髮的影片 因為我兩邊是很容易這樣炸開的 再來我上面是很塌 你可以現在看到 我現在沒有抓頭髮的樣子 我現在就很像日本的 那種合同 上面是塌的 上面是寬的 個人覺得這樣就沒那麼好看 我今天 要做的都是幫自己剪頭髮 主要今天要做的就是把我的一些兩側 後面 然後頂部 比較厚的地方 稍微做一點調亮 打薄的部分 我還蠻喜歡我現在的長度的 因為它抓起來蠻剛好的 所以我長度不動的情況下 我幫自己做一點調亮的技巧 然後調亮完之後一樣幫自己稍微 燙髮一下 燙的髮跟燙 然後兩邊燙貼 這樣我這個造型就可以再維持兩到三個月了 好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GO 在剪髮的時候啊 一定要先幫自己做分區 自己幫自己剪的分區一定就是由下往上剪 第一步驟一定先剪兩邊 再剪後面 再剪上面 分三個步驟 這樣就可以了 樓是一個很高的M型 所以為什麼 之前我分享過很多M型的剪髮方式 其實這是根據我的家族 因為我弟弟啊我哥哥全部都是超高M型的 所以有專門去做這樣的研究 所以才可以解決這麼多M型客人的困擾 因為我覺得這是亞洲人的通病吧 好那我們先把上面這一場先分享 我們再來分後面 摸一下針骨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如果要幫自己剪的話 一個最基本的操作 如果你要把後面剪得好 你一定要兩片鏡子 一片在前面一片在後面 只要你才看得到你現在在做的動作 跟你要剪的地方 好這樣分起來就完美了 打包的話我會建議用牙剪就可以了 我們幫自己剪的話 這是直立分區 做個直立分線 分線完之後 分線完之後有沒有看到 那我可以 如果你怕剪到手的話 用梳子 用梳子的方向從髮根處 右下往上慢慢往上剪 然後一二三四 好兩次就好不要太多 然後梳下來 有看到打包下來的效果 然後它就會比較薄一點 側面的話 梳上來 梳上來 然後從類成 一二三四 這樣打上去再一次 一二三四 好兩次 然後這個技巧啊 就是我梳了3.4打包方式 好那我們這樣左邊就打完了 可以看一下 線條是不是比較好一點 雖然它會更膨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把它燙貼 但是它就不會那麼重 跟這邊的感覺比一下 這邊是就比較厚一點 好那我們現在來剪這一邊 那梳子貼著 把髮根梳出來 然後從內層這裡 從內層這裡剪上去 一二三四 再一次 一二三四 兩下 好那再來剪 後面這邊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 兩個區域這樣剪完了 好來 小助理我需要鏡子 那我們現在要剪的就是後腦勺這裡 這也拉起來 我會建議啦 不要用手去拉 因為真的很容易剪到自己的手 用梳子 用梳子然後這樣拉起來 然後通通髮根梳 一二三四 再一次 一二三四 這樣上去 然後後腦勺這裡 後腦勺這裡 梳上來 打髮尾做個調亮的方式 然後另外一邊 好這邊 很手殘的感覺 然後 我差點剪到我自己的耳朵 另外一邊 反手 梳 往修下往上 我剪到 越來 好來這裡 往上一二 我要去哪裡 我剪到要去哪裡 貼著梳子好了 這樣方便多了 好啦 這樣差不多了 應該吧 沒有 有啦有啦有比較輕一點 我手痠了 好啦再來就這一區 這一區是我最容易塌的 這樣 我真的看不 反著 剪真的好難喔 好來就這一塊 有沒有發現這一塊 是很重的 那我給大家一個小 最快的方式 我現在用 最快的技巧 再抓著 往上抓 往上90度抓 抓起來之後把它做旋轉 把它做旋轉 旋轉完之後呢 我們直接從法根來 法根 法根在這裡 法根 法根一下 1 2 3 4 好這樣 完成 就直接這樣平梳上來 你們看一下 有沒有哪一種 欸有 這一段最長 厲害 有沒有撿到手 真的要有兩片鏡子 這樣就好多了 有沒有 就不會那麼重了 這裡 我沒辦法點檢啦 你不要笑 鏡子晃得我很暈 好算了我放棄 Vica來一下 快救命 我放棄了 對這裡 這一塊幫我處理一下 這一塊幫我點檢掉 把它連接起來就對了 然後你幫我看一下畫面 不要被擋到 喔我手真的太痠了 你不會撿到手 我剛剛差點撿到手 不要太高層次喔 沒有 連接而已 連接一下就好了 連接而已 應該沒有很亂吧 很亂 很亂喔 好了嗎 這邊還是有點長 你剛才是撿那邊沒有撿這邊嗎 我這邊撿啊 那邊沒有撿到 我撿到這裡就放棄了 難怪 所以這邊比較長對不對 對 這邊怎麼長 我剛剛這邊 差點把我手指頭撿掉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冒這個險好了 好啦修完 上面我不動它 自己修完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是幫自己剪頭髮的 我真的覺得你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已經放棄了 然後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幫自己剪要比較好完成的話 你的長度可能真的要比較短一點 就是電科可以直接錄掉的那種長度 再來要買就是層次是比較簡單的 切正面可以直接看到這樣左右剪的 因為你要直接操作後腦掃的部分 你要修到很完美 真的蠻難的 像我剛剛那樣其實 算是失敗的一個作品 幫自己做採檢比較困難的點 就是因為鏡子是仿方向的 所以慣用手是不一樣 所以大家真的 如果要幫自己剪的話 你要小心避免剪到你的手 如果你想要剪到一個比較有型的髮型 好看的髮型 真的是需要旁邊有人幫你做操作 或者去找專業的理髮師 他幫你做設計 效果會比較好 今天的實驗完成 我幫自己打拔旁邊算成功啦 但剪後面就真的失敗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行燙髮 我要把我的頭髮調回來 好那我就先請我的燙髮師來幫我燙頭髮 GO 好現在準備來燙頭髮了 大家常看我影片應該有看過這個 考古的助理 對 他叫Vena 然後他現在也要生睡衣室了 好啦幫我燙髮 這是他第三次幫我燙頭髮 你來這裡學多久了 上個月吧 他是完全不會 沒有那種沙龍經驗 但是他是本科系 進來就是從洗頭小妹開始 開始學所有的技巧 包含剪髮 美感 跟練習模特兒這樣 你有看過我幫客人夾成這樣過嗎 Vena小姐 你又打到臉都沒事嗎 好現在做的就是髮根燙 髮根燙在我蠻多影片都有跟大家分享的 他是一個很好的支撐髮根的技巧 然後這種的上捲跟上要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只要掌握好頭型的比例 就可以讓他很好的一個呈現一個很自然的一個膨度 大概兩到三個月就會燙一次 看我 平常忙碌的狀況 如果真的很忙 我可能三個多月才會燙 但是如果 像有空檔的時候 平均我大概兩個月就會燙一次 這種髮根燙的收費 在沙龍平均收費大概在1500左右 有些在1500 有些在2000 不一定 所以看各個地區的收費 很多客人會問我說 欸這樣划算嗎 我覺得你想喔 好假設我花費1500 但是我這兩三個月 早上起來就撥一撥 上面就是膨的 那我不用刻意去整理 它就可以很好的一個型 可以直接出門 那我覺得它就很划算 它節省了我大量的時間 然後每天都可以很好看的出門 這就蠻重要的 上面的話就是做一個膨度的排列 跟兩側膨度的頭角的修飾 那這邊就是用膏狀的一劑藥水 去做一個調整髮流的一個動作 好那我現在已經燙完了 可以看到 兩邊這邊就比較不會那麼膨了 然後上面這裡啊 它就有一個這樣的膨度 然後非常的立體的感覺 對呀 膨度會變得非常的立體 然後我現在就整理給大家看 我的頭髮的效果吧 我基本上現在只要吹乾 這個造型就完成了 那我在吹乾之前啊 一定會噴一些 比如說蓬蓬水啊 或打底的 讓它支撐度比較好 然後在噴的時候 已經頭髮濕的時候 往髮根 各噴兩下一下這樣 在上 我只噴上面這邊 因為我都 通常我都是抓一個簡單的旁分嘛 我這個髮型吹乾其實就是 全部順的往前吹 吹完之後再吹瀏海 這樣就好了 現在已經往前吹 已經吹到已經七分乾了 現在我就要吹出我平常抓頭髮那種型 然後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種排骨酥 這種在很多賣場都買得到 滿便宜的一隻 然後主要是它有一個手把 就是那種反勾的手把去吹我的造型 然後剛剛有看到我稍微用梳子在髮根這裡 稍微吹了一下 然後它放下來感覺兩邊有沒有覺得這樣就不會膨了 完成這個造型 好 今天造型分享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個造型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如果有任何髮型上的問題 也可以在這邊留言 或到IG上留言給我 那今天若曼的 自己幫自己剪頭髮的DIY教學就到這裡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重複一下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自己剪的話 一定要有兩面鏡子 然後再來的話 會建議比較簡單的髮型就好 比如說整個是推短的啊 修一點腳 因為你要用剪刀去做後面修飾 其實反著看 會蠻難看到的 如果自己要幫自己剪的話 我能推薦的髮型 可能就是五四頭 或者是水瓶包裹 這種比較簡單 比較不需要太多技巧的 可以很好幫自己去掉一個平均長度 跟修剪厚度的這種造型 我是會比較推薦 自己的髮型的話 我還是覺得由身邊的人幫你剪 或者是去找專業髮型師幫你做修剪 都會比較好 而且安全上也是一個比較大的顧慮 希望大家在學習路上可以越走越遠 很高興我的頻道對你有幫助 那基本上這部影片上片時間應該會在 兩萬訂閱的時候跟大家分享 很高興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之後應該會開辦一些Q&A的問題 很多同學可能會對諾曼一些成長 或者是諾曼的一些生活 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你可以在這邊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 或者是我可能就會再拍一部 Q&A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那我們今天教學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幫我按讚這個影片 並且分享這個影片給你身邊所有的人 還有幫我訂閱這個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我們這支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